各位弟兄姐妹准备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通过灵修 一起来默想神的话语 我们的神 祂是活着的真神的 所以我们要听到祂的声音 我们要经历祂 灵修是最好训练我们 去听祂声音和经历祂的声音 祂的一个这样的训练 也许今天我不会马上来 听到祂的声音 或者经历到祂 但是我们坚持的时候 坚持在祂话语里面的时候 有一天我们就会像哈巴谷一样 怎么样来经历祂 来遇见祂 我祝愿这样的经历和遇见的祝福 与大家一起同在 哈巴谷书三章一到十九节 先知哈巴谷的祷告 调用琉璃歌 耶和怀啊 我听见祢的名声就惧怕 耶和怀啊 求祢在这些年间复兴祢的作为 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 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 神从提曼而来 圣者从巴兰山连到 祂的荣光遮蔽诸天 颂赞充满大地 祂的辉煌如同日光 从祂手里射出光线 在其中藏着祂的能力 在祂前面有瘟疫流行 在祂脚下有热震发出 祂站立凉的大地 观看赶散万民 永久的山崩裂 长存的岭塌陷 祂的作为与古石一样 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 米甸的曼子战惊 耶和怀啊 你乘在马上 坐在得胜的车上 岂是不喜悦江河 向江河发怒气 向洋海发愤恨吗 你的功全然显露 向众志派所起的事 都是可信的 你以江河分开大地 山岭见你无不占据 大水泛滥过去 深渊发生 汹涌翻腾 因你的剑射出发光 你的枪闪出光耀 日月都在本宫停住 你发愤恨通行大地 发怒气择打列国 如同打凉 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 拯救你的守高者 打破恶人家长的头 露出他的脚 直到景象 你用敌人的割毛 刺透他战事的头 他们来如旋风 要将我们分散 他们所喜爱的 是暗中吞吃贫民 你乘马践踏红海 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 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 身体战惊 嘴唇发战 鼓中朽烂 我在所立之处战惊 我只可安静等候 灾难之日临到 泛静之民上来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望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粮食 卷中绝了羊 棚内也没有牛 然而 我要因耶和华欢心 因救我的神喜乐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祂使我的脚 快如母鹿的体 又使我稳情在高处 这歌交与灵长 用思悬的乐器 刚才我们听了今天的经文 也就是哈巴古书的 最后的部分 三章一到十九节的经文 我们先来看一下 前半部的一到十六节的内容 我们看哈巴古书的话 有一个特别 我们有要关注的一个点 就是哈巴古的态度的变化 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这样的一个转变 一开始 它是带着这种民族 和对国家的这种悲痛和哀痛 迫切来到神的面前 来求医治求恢复 那么神说 我要通过加勒底人来审判你们 那么这时候 哈巴古就受不了了 他里面的这种悲痛 他里面的这种恳切 变成了向神的抗议 神哪你怎么能够 通过巴比伦人来审判我们呢 他们比我还饿 比我们还坏 然后他理直气壮的 等待神的回答 那么这个时候神呢 也忍耐的耐心的来告诉他 告诉他 我审判的理由 然后不仅是对犹大的审判 也会对怎么样 巴比伦人的这样的一个 加勒底的这样的一个审判 对他们的强暴 对他们的淫乱 对他们的败偶像 都会怎么样 审判 那么他听到了 整个二章里面 神的这个声音以后 哈巴古的态度呢 发生了变化 我们看三章 一到二节 说什么 哈巴古 先知哈巴古的祷告 调用琉璃歌 他说耶和华 我听见你的名声就害怕 耶和华 求你在这些年间 复兴你的作为 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 在发怒的时候 以怜悯为念 变了 他里边的这种 愤怒 他里边的这种抗议 他变了 变成了什么 祷告 向神的祈求 这就是听到神声音的祝福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要如果通过灵修 真的听到神的声音的话 我们的态度就会变 真的经历了神 我们的态度就会变 那么内容也是 那么他的这个 内容是什么 祷告呢 是什么 成了什么样啊 对民族的怎么样啊 对神的 第一个是对神的惧怕 然后第二个是对民族的怎么样啊 这种带导 他开始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来怎么样啊 带导 主啊 成就你的旨意 不是我的旨意 你的旨意 前面他都要的是自己的旨意 但听到神的声音又变了 成就你的旨意 复兴你的作为 主啊 求你来恢复 在神的面前恳切地祷告 我真的愿意这样的祝福 为我们教会的 为我们个人的 为教会的 为这个国家 为这个民族的 这种恳切 这种带导 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那么当哈巴谷的这个态度改变的时候 神呢 开始怎么样啊 从三节到十六节里面啊 给哈巴谷看 幻象 前面呢 是他听了神的声音 那么从这里呢 神给他更强烈的 是幻象 那么是什么样的幻象呢 就是神的作为 神的医治和恢复的这个 神的这个作为 他说神从提满出来 然后在他面前有瘟疫怎么样啊 流行啊 然后耶和华 你曾在马上坐在得胜的手上 然后你的功全然怎么样啊 显露啊 然后米店怎么样啊 米店的帽子都怎么样啊 占经啊 然后也就是说 神的医治和怎么样 恢复 十三节又说什么 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 拯救你的受高者 打破恶人家长的头 露出他的脚 直到镜像 医治和恢复 他看见了 前面是听到 然后现在是看见 各位弟兄姐妹 我祝愿通过灵修 让我们的生命有这样的变化 当我们谦卑下来 当我们顺服在神的面前 降伏在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来如此的 恳求神的旨意的时候 愿这个祝福领导 我们也能够看到 我们也能够经历到 这位怎么样 又真又活的神 我祝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能够成为为你自己 为你的家庭 为你的社区 为国家 为民主 为教会 带导的人 按着神的旨意去 祷告的人 愿这个时候 我们里面都有 这神医治恢复的声音和幻象 让我们能够去经历 我们继续来看 16到19节的信息 在前面我们看到 哈巴谷怎么样 他的态度变了 他开始心中有惧怕 然后他的抱怨变成了祷告 然后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带导 并且是像耶稣的祷告一样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一样 主啊你速速成就你的旨意吧 祷告的时候 他看到了神给他看了幻象 神的审判 神的得胜 神的医治 神的恢复 他看见了 那么当他真的看到这一切以后 他再一次经历一个很奇妙的经历 就是16节怎么样 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 以后怎么样 身体占惊 嘴唇发战 谷中朽烂 我在所立之处怎么样 占惊 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 泛静之民上来 安全改变了 他经历了什么地震 生命发生了地震 各位弟兄姐妹 愿这样的祝福临到我们 当我们通过灵修 通过神的话语听到神的声音以后 生命发生这样的地震 嘴唇怎么样 身体占惊 嘴唇发战 谷中朽烂的这种占惊 地的根基摇动的 这种地震 这种经历 这是听到神声音的这种经历 经历神的这种经历 各位 哈巴古经历了 他经历了这个以后 他的态度完全的怎么样 变化了 他说什么 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 泛静之民上来 他完全的相信神 完全的依靠神 完全的把这一切都怎么样 仰望交托给主 然后他说出了怎么样 一个这样的一个信仰告白 说什么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也不出粮食 圈中绝了羊 棚内也没有牛 然而 我要因耶和华欢心 因救我的神喜乐 各位 种了一年的这个庄家 到了秋天 什么都没有收到 我们牧羊 养了很多的牛羊 到了秋天 什么都没有 我们做了一年的工作 到头来什么都没有 报酬 一点都没有 你里边有喜乐吗 你里边还会有感恩吗 你里边还会有赞美吗 但是哈巴谷有 因为他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 神一定会医治 神一定会恢复 虽然现在我眼睛看到的是怎么样 国家的灭亡 我现在眼睛看到的是民族被怎么样 被巴比伦来侵略 被掳掠 但是我相信神一定会怎么样 医治 神一定会恢复的 这是我们真正的基督徒的怎么样 告白 我们基督徒应该追求一个什么样的信心呢 我觉得就是哈巴谷的这样的信心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 田地也不出粮食 圈中也绝了牛羊 但是我单单的 朋友朋友也没有牛 但是我单单的因耶和华神而喜乐 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能够因为神而喜乐 没有钱 没有健康 什么都没有了 像约布一样 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我能够单单的因为谁喜乐 耶和华神而喜乐 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最高章 我们很多的信仰的前辈们 就活出了这样的生命 在逼迫当中 在这样的艰难的环境里面 他们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他们却单单的因为 耶和华神而喜乐的时候 神把医治恢复赐给了我们 把福音给了我们 把复兴给了我们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也让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 都能够做出这样的告白 所以我们要努力 我们最后给大家几个建议 为了能够听到神的声音 首先查看我们里面 有没有阻挡神声音的罪 自我或者是贪婪 阻挡祷告的这种懒惰 在我里面 让我们除去 然后让我们坚持做灵修 每天坚持读经 祷告 哪怕几分钟时间 我们坚持的时候 我们就会听到 看到 并且我们也能够像哈巴谷一样 做出这样的伟大的信仰告白 愿主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父神 感谢你 让我们看到哈巴谷生命的变化和改变 神啊你来祝福我们 让我们也能够听到 看到 经历到 让我们的生命也发生地震 让我们也能够告白说 虽然无瓜果树不发旺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再效力 田地也不出粮食 圈中也绝了牛羊 但是我单单因耶和华神而喜乐 主啊 唯有祢是我们的满足 唯有祢是我们的喜乐 愿这个告白 在我们每个人的口中 感谢主 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